明天開始就要中秋連假了 可以去哪裡玩呢 一起來看 群山環繞 雲雾飄渺 伴隨正正蟲鳴鳥叫 眼前景色 令人心曠神怡 走入叢林古道 呼吸自然分多 經桃園復興鄉 拉拉山巨木步道 目前是全台面積最大的紅塊樹林 真正三公里的步道 串起二十四株巨木 走在步道上 就能觀賞大自然的奥秘 5號巨木 他已經2800歲了 空氣非常好 我已經來好幾次 隱藏在山谷樹林中的小径 游客小心翼翼拉着绳索 一步步踏进 当地泰雅族人的秘密基地 原始丛林包围的 卡拉西谷秘境 德伦瀑布潺潺流水水体 倒映着两旁林木 呈现清透的碧绿 观賞美景之余 还能体验泰雅风俗 我们原住民以前 就是用这个口黄琴 作为我们在庆祝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安慰人家 勉励人家 祝福人家 都会用这个口黄琴 老板用心介绍泰雅传统乐器 石碧屋中 当地长老 威威道来泰雅故事 平常现摘的原生山苏 体验猎人传统射箭技艺 不止这样 民众还能亲自体验农家乐 很简单 往上搬一下就好了 树上满是甜式果实 拉拉山海拔高度高适合果树生长 日夜温差大加上日照充足 除了水蜜桃外 每年10到11月的甜式 果肉细致 水分甜度高 吸引民众上山柴果 到了夜晚还有精彩演出 水面上打着五颜六色的光束 水柱伴随着音乐旋律 曼妙齐舞 结合酷炫科技 让水舞表演更加有看头 精心设计 让民众远离城市喧嚣 清静大自然 记者综合报道